来到晚上7点31分,你好我是冠贤,你好我是金蕊,今天我在股汇方面看到一个很大则的消息,因为很多投资者都在关注了,看到土耳其的里拉这个货币崩盘了,结果冲击了投资者们的信心,专家就预期这恐怕会引发新一轮的金融风暴,拖累亚太区域股市今天都全线的下滑,当然亚太区域那边的股市是这样的情况,大马股市这边也是难逃一劫的, 我们看到在必市时,富士吉隆坡综合指数是报1783.34点,是下跌了22.41点,而富士大马全股项指数是报12614.84点,是大跌了155.65点,当然可能一些没有关心财经的部分的朋友,可能没有办法太理解这个数据,接下来这个肯定你应该会比较关注,就是关于令吉的汇率,当然也是受到了影响,对美元今天看到刚刚必市的情况, 是达到了4.950,4.0950,有一些朋友就担心说,会不会今天就触碰变成4.1呢,但我们刚刚看到是还没有的,那上个星期五的汇率呢,则是4.0880,好可怕的地幅啊,当然投资者们肯定考虑一下,去买那个平静号,平静心情一下, 杜绝上网成瘾,李文才就说可能会禁止17岁以下的少年,在半夜上网 尝试阻止安华出任首相,公正党议员就说,敦达因干预党选是有依据的 工程部长说,废除大道收费需要花4000亿令吉,暂时没有办法实现,只能展颜 即日废除,塞沙迪就说,未来青年计划将取代PLKN以及国家干训局 他进入八月份呢,我们就会,那个爱国精神就涌出来了,因为是国庆月 那看到首相敦马呢,除了就是促请大家说,在国庆月的时候啊,有那个气氛,我们要挂上国旗之外呢 他今天也促请大家要支持购买国货,他说呢,因为这个其实买国货啦,也是一种爱国的表现 而且呢,爱国买国货这件事情哦,是源自哪里呢?是源自敦马向东学习的一个启发 马哈迪在今天主持首相署长约集会的时候,就希望国人应该要学习日本人的爱国精神 因为呢,日本人就是通过支持购买国货,让这个日本货成为全球知晓的高品质产品 他也提到啊,日本人以这种实际的爱国情操和行动来协助自己的国家工业 包括了汽车工业,对吗?很关注这件事情 因为日本在刚开始进军汽车领域的时候,生产的汽车品质呢,不是很好 但是凭着日本人支持国货爱国精神,日本的汽车工业才越做越好 看到,你看日本车的价格其实它是比宝藤,就是我们之前的国产车还昂贵 但是呢,大马人还是很喜欢买日本车子的 对啊,身边好多好多朋友都是驾这个日产车的 那你还记得我们有定下这个目标,就是2020年要成为先进国这样子的宏愿吗? 敦马就说呢,只要我们马来西亚人向日本人学习这种爱国精神的话 是一定可以成为发达还有先进的国家 那另外敦马也提醒,所谓发达国家呢,它指的是人民普遍拥有很高的购买力 而不是拥有高薪水 所以它就说请大家,你啊,努力工作,要遵守承诺,不要要求更多的工资 相反的,你要做什么呢?就是着重在提高你的生产力 我有努力 你只是进食物的力量很强大 不要这样,敦马还说到公务员要求加薪就应该要相应的提高他们的生产力 否则呢,你的工资增加了,但是生产力低,就会导致物价高涨 这样就算高工资也是没有意义的事情了 OK,但可能成为这个先进国,我们可能还需要一点时间啦 或者是说培养爱国心呢,也都需要一点时间 不过呢,有一些东西呢,是不用等了 它已经是即日废除了,说的就是国民服务计划 今天看到清体部长赛沙迪又宣布呢 即日起废除PLKN,就是国民服务计划 以及国家干训局BTN 并且呢,之后就会以一个全新的计划 叫做未来青年计划来代替啊 它说到呢,为什么要废除这两个单位呢 第一个,干训局呢 它说因为它散播种族主义思想 尝试为许多的乌翼同胞洗脑 那第二个,国民服务计划呢 为什么要废除,因为呢 他们的这个花费啊,比自身的这个拨款呢 是高出了500% 而且呢,大部分的费用是用来干什么呢 用来只是租场地而已啊 也是因为,毕竟国民服务用的场地都在郊外 对 很大部分的地方 过去,国民服务都是由国防部来负责的嘛 国家干训局呢,则是由首相处负责 今天我们看到清体部长这样宣布就觉得 嗯,对啊,为什么是差得 对,其实呢,现在国民服务计划和国家干训局旗下的员工 资产和基础建设设施都会纳入清体部 而赛加迪就说,新的计划呢,会由清体部来制定 而政府会用国民服务计划和干训局本身的拨款 来推动他们所谓的未来青年计划 那今天要废除的不只是这两个 还有另外一个就是陆路公共交通委员会 就是大家说的SPAC 那看到交通部间提成的2018年陆路交通修正法案呢 就是把SPAC的这个原有的功能 权力还有这个 职务和义务都转移到陆路公共交通总监 或者是叫做道路总监的旗下 其中呢,这个法案还说到第179条文当中是 赋予部长更大的权力 也就是允许部长有权力推翻 或者是更改陆路公共交通总监的决定 那这就是代表着说 部长所做的决定就是最终的决定了 不过今天我们看到是提成了这个法案了 是还没有看到通过的这个消息 所以呢,就要看之后有些什么样的调整出现了 那交通部长的权力可能会变大 那么财政部长的权力是不是像真的 像外界所说被削弱了呢 而且削弱的这个部分是因为 经济事务部给分剥了这个权力呢 这个是我们听到的一个说法 当然针对这样子的质疑呢 当事人之一就是经济事务部长阿兹敏 他今天回应了 他说首相敦马呢 现在就正在确认各个政府部门 对各个机构还有公司的管理权限以及范围 其中当然就包括了经济部 所以呢,就没有所谓的经济部接管 其他部门权限的问题 这个是阿兹敏说的 那另外针对之前呢 国库控股董事成员的委任啊 财政部长没有进入董事局啊 这些都引发了所谓缺弱权力的这个说法嘛 阿兹敏就强调 政府持有公司股份 还有介入公司管理呢 是两件事情来的 而且不是所有财政部长机构 直接持有最大股份的公司 都是由财政部那边在负责管理的 就是说即使是财政部拥有很多股份 但是可能还可以是卫生部啊 或者是其他其他等等部门 在那边负责管理 对,就好像我们看到的一些公司 可能他们的董事握有股份很多 但真正在管理的人是另外一个人嘛 没错,那说到财政部长 财政部长林冠英今天啊 他在国会继续谈到消费税退款 欠了180亿令吉的课题 林冠英上个星期就在国会上面就说 有180亿令吉消费税的镜像税不翼而飞不见了 就说是前朝挪用 然后呢,关税局就发一个文告说 今年截至5月31号 负责退款的这个信贷基金 还欠194亿令吉 180亿令吉跟194亿令吉 有出入耶,到底是怎么样的回事呢 而且是差个整整14亿令吉 也差很多 所以林冠英今天就在国会澄清 他之前宣布负责退款的信托基金 剩下的钱其实是14亿8600万令吉 这个是错的 应该是剩下1亿4860万令吉 所以消失的金额不是181令吉 而是192亿480万令吉 当然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错误呢 两者之间相超了十多亿耶 那财长就说呢 因为有官员就是不小心放错了小数点 就原本他一开始说的是14亿 但其实中间应该有个小数点 是1.4亿这样子 所以当然他也为之前公布错的这个数据呢 向国会道歉的 OK那说到西盟政府的话呢 他们在有一些宣言啊 之前在大选前就做了很多承诺 包括了其中一项就是说 政府会全面探讨收费大道的合约 包括逐一回购所有收费大道股权 最后再取消大道收费 那这一项希望联盟的竞选宣言 到底什么时候要落实呢 今天部长有说 就是要等到国家财务稳定之后再讨论 这好像都是西盟上台之后呢 不断说没钱没办法做 只能够等有钱的时候才可以做 我们看到工程部长巴鲁比安 在国会是回复乌统日乐五国议员 这个加拉鲁丁的询问的时候 就这么说到 他说西盟政府要兑现这个承诺呢 是有困难的 为什么呢 因为政府如果要废除所有的大道收费啊 需要花的成本是超过四千亿令吉 好多个零的一个数字 那听到这个回答呢 原本问问题的加拉鲁丁 还有进一步追问了 他就说既然现在没有办法 你说有困难 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兑现呢 而且他也质疑说 那既然你都没有办法承担 为什么当初要做出这样子的一个承诺呢 那巴鲁比安他就有回应了 就是我们的工程部长 他说呢 西盟在当时根本就不了解 我国现在真正的这个财务状况是怎么样 那无论如何呢 政府是有意要兑现这个承诺的 但作为一个负责任的政府呢 负责任的做法就是要延迟废除 因为国家的经济呢 需要先稳定下来 慢慢一步一步来吧 所以现在我就来问你了 要赔很大 这个就是4000亿耶 政府就要等经济稳定的时候 再考虑费除大到收费 那你怎么样看这件事情呢 如果你选择赖的话 就认为政府没钱可以理解 但也可以考虑先调降收费 那第二个选项 SAT这个选项呢 就说到 你只要落实第三国产车计划的时候 怎么就没有说要等经济稳定呢 到底是哪一个选项呢 你可以去到我们的脸书 98到MY那边去投选